很多印度人一直自诩印度是一个超级强国,他们认为,印度和中国同是亚洲强国,不仅都有庞大的人口,而且在军事上,中国排第三,印度排第四,印度的经济增长率甚至超过了中国。 即使印度经济规模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,但是在世界排名中,第七名是一个足以让人骄傲的成绩。 然而,在国际关系中,这些印度人发现,印度并不被西方国家所重视,而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印度完全不同,中国不仅被第三世界国家所拥戴,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做一些决定时,也必须要看中国的方向标。 他们不禁疑惑,同为亚洲强国,为什么印度的国际地位比中国低? 在印度13亿人口中,总有保持着清醒头脑的印度人,印度青年普拉泰克,帕克什 Protik Pakash就是其中之一,他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分析了这个问题。 帕克什生活在印度卡纳塔克邦,班加罗尔,Lives,in Bangaluru,Kanataka,India正在攻读市场营销,与金融学,The MBA MBA in Marketing and Finance。 帕克什分析说,在诸如经济、军事等很多国际排名中,印度总是位于前端,这使得很多印度人被蒙蔽了眼睛,他们盲目乐观,认为印度已经是一个,可以和中国平起平坐的国家。 在国际上,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伟大国家,这种独立性使它能够单独发声,如果中国需要保护它的核心利益,那么就会反对西方制定的世界规则,它从不会被胁迫,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。 中国这样做是有底气的,它的经济和军事,足以支撑它的省业,就像美国从来不惧怕日本一样,西方国家也不会担心印度。 在西方的眼里,印度只是一个服务西方国家的工具,只能待在他们的阵营中,无法找到自己的自由和意志。 在西方阵营的食物链中,总有一个透明的切花板,在印度的头顶上方。 例如,看看印度的国防产业,它太残废了,当你最基本的武器都造不了,几乎所有的高级武器都依靠别人时,你的军队看起来很强大,实际上却是软弱无力的。 如果你得不到与你的经济实力,相匹配的军事力量,那么你就永远不会拥有与你的经济实力,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。 总之,中国是西方不能控制的大国,用经济或军事的手段对待中国,后果将是西方无法承受的代价,但是印度并不构成威胁,因为它是受控的,无论是政治、经济还是军事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